主席,今天是一個很適合的時候提出有關醫療調查的獨立調查機制 因為最近連串的醫療失誤令到已經風雨飄搖 市民愛恨交集的醫管局更加感到問題不斷 其實醫療失誤和市民對處理醫療失誤的調查機制的失望 可以說是過去十多二十年來都是普遍存在的 自然醫管局成立 現時基本上現在有三個處理醫療失誤的基本機制 一個就是醫院自己本身 你有病人投訴的機制處理就自己查自己 比這個警察更差 投訴科 一個就是醫管局獨立的調查的投訴委員會 這個就是醫管局自己 以及由各界人士較為獨立去調查有關醫療投訴 第三個就是醫務委員會 醫生自己的組織 但是這三個組織呢 對一般的市民來說呢 特別對受害者的家人 要投訴醫管局 或者是醫療失誤呢 往往感覺到是衣衣相圍 石沉大海 很多時候進去呢 好像衙門都沒有這麼心嚴 處理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呢 絕對 並非一般市民 可以自己能夠處理 就是不要說市民 就算我們做了這麼多零公共事務 那些市民給了很多資料我們看 我們看到表面上呢 明確是有醫療生誤 但是當要具體處理的時候呢 都感到都不知道 就是無從著手 就是我自己處理地區事務呢 都算多 每個月 最近這十幾年呢 平均每個月處理五六百個個案 處理醫療投訴呢 每個個月都有的 是吧 就是荒謬絕倫的個案 和一些很明顯的個案 有些個案跟了十年八年 仍然跟緊 有些仍然沒有結果 有些仍然在爭吵 但是那個市民的家人呢 是不斷因為醫療失誤 或者是醫療事故的影響呢 而受到這個折磨的 我希望局長很清楚知道 當然在醫生 或者是醫管局自己的員工來講 被投訴都面對很大的壓力 但是相對病人 受害人或者他的家人 想面對的壓力和苦楚呢 是沒有得比的 是蚊比和牛比的 很多時候 受害人的家人 已經失去了的致親 在醫院裏面 又受到這個醫務人員的 粗暴或者是不禮貌 甚至是很嚴苛的對待 那專業醫生來講 這些人都不懂事 你問什麼問題呢 跟你解決都不明白的了 是不是 解決都不明白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都不明白的了 解決就浪費時間 我去近中找一下錢 找一下外快 數以十萬計 是吧 發現很多這些醫生 包括港大這些高級醫生 是吧 有些都ICC 調查 甚至是在檢控中 說找一下快錢不好 就不是這些醫生 特別是顧問醫生 高級醫生呢 往往一找錢 就數以萬計 懶得跟你的病人慢慢解釋 是吧 總之巡訪時間 我巡訪完我就走 走完之後我就去找快錢 那所以呢 要處理醫療這些問題呢 很可能第一 就是要禁止這些醫生找外快 是吧 如果不是呢 顧著找外快那時候 就是看病人都少了 那時候呢 就出現這些醫療事故的問題 醫療事故有很多類的 但是很多時候你只是靠 拿那個醫務 那個病人的醫療紀錄的報告 往往看不到些什麼 其他的人更加看不到 你要找個獨立醫生去看這些報告 是更加難上加難 一計算就數以萬計 就是你要在香港找個獨立醫生 就回你投訴的醫療的失誤的指責 做一個獨立的報告呢 很多病人的家人呢 更加是無能為力 就是他的家人受到這個 就是去公立醫院那些 很多都不是很多錢的啦 除非教授那次撞傷頭 就馬上入醫院 照顧就很好 是吧 但是一般去公立醫院 就是受這個公立醫療服務那些 一般的家境呢 都不是這麼好的情況 那你要去再 處理那個家人生後事之後 再要投訴再要賺錢的話呢 更加是難上加難 很多時候那個 就是死去的親人呢 隨時是家庭的經濟的支柱 所以要成立一個獨立的機制 是絕對需要 但是這個獨立的機制 不可以單單 類似這個行政信訊專員 那個機制呢 只是處理行政上的東西 很多時候必須就這個專業 醫療失誤方面提供這個意見 甚至是有個仲裁機制呢 是處理索償 因為索償是一個很困難 也都很艱鉅的過程來的了 其實早幾天在立法會開 這個委員會的時候 已經跟局長提了這個意見 是吧 你現在是折磨 和不斷是虐待 這個受害人的家人的 你透過那個的 就是所謂 透過法庭的機制去追溯的話呢 根本上是在那個傷口上灑鹽 在他已經 在他已經 更加令他那個 已經創傷的心靈呢 令他更加的淒痛 和苦楚 所以 你面對現在的官僚僵化的機制 一定要全面改革 這個獨立的委員會 或者醫療處理的專員 必須要有獨立 和全權的調查的能力 也都有仲裁的機制 處理如果被發現這個醫療失誤 必須要有權作出那個 損失上 或者是任何那個 醫療失誤引致到的 財政上那個損失呢 作出這個索償 希望這次的辯論 能夠引起一個啟發 我都不相信這個辯論 這個議事堂通過呢 政府會即時做的 但是那個 一天不改革 一天這個香港的市民呢 仍然因為醫醫傷衛 和僵化官僚的制度之下呢 仍然是不斷受這個制度切磨 他們的權益呢 是被這個漠視和被犧牲 希望局長自己雖然是醫生呢 都不要捍衛醫生的利益呢 是漠視這個公眾 特別是小市民的權益 法定人數不足